被奉为音乐小龙王的蒋荣宗 6月份推出了第二张的创作专辑 今年才11岁的他就已经参与编曲跟作曲 让他成为国内唱片史上最年轻的音乐制作人 他从40年开始就进录音室录制个人的钢琴演奏作品 才华受到各方的青睐跟获得长荣航空的推荐 被选为精选唱片 那么面对外界的赞美呢 他非常的谦虚 不过还是应邀 在毕业典礼上面为全校师生表演同团